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现代社会哪个人没有精神疾病的?忧郁、焦虑、失眠,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啊。 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CRPD,初次国家审查会议才结束,我国行政院就送出受医法的修正草案,并新增一项一次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者经检举。 农委会认定后,这种可撤销执照之条文,让身心障碍联盟怒批根本就是歧视。 据风传媒报道,周五、三日、下午,17个人权团体在行政院外集结,抗议现行法规诸多对身心障碍者的歧视与不友善,尤其行政院提出的受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更受人诟病。 草案明文规定,只要有人怀疑受医师有精神疾病而向农委会检举,他们只需打二通电话咨询精神科医师后,最众可给予受医师撤销执照的处分。 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滕西华表示,若草案通过代表只要有人怀疑,譬如看到受医师对动物自言自语,就可向农委会检举。 但他们并没有精神疾病相关诊断专业,且草案没写清楚何谓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 即使是失眠、忧郁症、焦虑症都有机会,包括在内用不完善的评估机制,就有机会撤销受医师辛苦得到的执照。 这样合理吗? 滕西华希望行政院能再好好讨论包括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的明确定义与合理。 的评估机制,否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骑士,剥夺了精神障碍者的工作权益。